那么上周五的立法院的院会 在处理年改复议案进行表决的时候 却出现了幽灵投票的事件 公民党立委卢宪一 仍明明在中国 但却投下了反对票 这也让民进党团呢 是弃的发文发函 要求这个韩院长来做策查 而在今天的院会 立法院长韩国瑜也有所财事 一起来关心 经查明吸引会场干事误任委员 造成误查卢宪一委员之表决卡 由于表决结果与事实不符 第一案重做如下宣告 令定期处理 至于误查表决卡部分 将予以行政处分 二 有关表决卡之发放方式 系由会场干事 帮委员将表决卡片插入表决槽 并非由委员领取表决卡 因此不存在委员带领或冒领 表决卡之事 好 可以听到呢 韩院长是强调呢 这整起事件的起因呢 就是议事人员误任委员 才会误发表决卡 导致这整个幽灵投票的事件发生 而针对这表决结果与事实不符 韩院长下令要择期处理这个复议案 而另外呢 针对这个到底是谁 误案或者甚至是待案的一个情况呢 相关的责任 韩院长也会召集三党的种招来进行协商 而此外呢 针对这个未来 要严防这整起事件在发生呢 韩院长也下令 未来医事人员必须确认委员有签到 而且人在场才可以发放表决卡 在转发生的情况下 谢谢大家